刺激 其实Chemistry 最好的是 最好的是Sani 老师 因为老师其实 你们很熟了嘛 其实也不是真的是 没有到很熟麻吉的那种也没有了 其实因为我常常看见老师 我还是非常专心老师 因为老师说的点 我都觉得哇是耶 对耶的那种 对啊 所以他在过程 就是录音的过程里面 他说到很多 以前我不会想到的点 然后我觉得哇对耶 为什么以前不会这样子 嗯嗯 那除了他之外呢 除了他之外 其实每每一个制作人 都有不同的的的那个感受 因为好像毕国荣老师他是 毕国荣 毕国荣 对 点清楚一点 毕国荣老师 那毕国荣老师呢 他是比较重感情的 就是说 他配唱的是哪一个歌 他配唱的是皮在痒跟柔软度 因为那首歌他是先 先拿到那个feeling 嗯哼 他没有很刻意去 跳舞的咬字 他先抓到那个feeling 然后feel对了 所以他他就对了这样子 然后再补咬字这样子 但是老师 程山里老师是很全面的 一同一个时间里面 你的feeling 都要要对 咬字对 表情对 音对 音整对 所有东西都是一起对的那种 那李全老师呢 李全老师他是艺术卦的 就是 都不要对 是不是 所以Home Sweet Home不是英文歌吗 Home Sweet Home是一首国语歌 对 国语的歌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再听一段 好啊 帮我想一下富贵是什么 每当我眼泪下来不听话 背叛自以为是的坚强 有一个人关一扇窗 孤单了寂寞的沙 多希望已是片刻的风光 赐予我最神奇的力量 光束传递 光束传递 我的思念 直到你们欣赏 Home Sweet Home 光束传递我的思念 没错啊 对啊 只是停了一下而已 对我突然间停了一下 因为我看了那个大字包 不是大字包 就是一个板子上面 有大家好这个字 OK 不小心影响到 对 所以是我们的错了 我们现场不该放那些大字包 不是 不是是我 我刚才录ID用的 太紧张 可是Suki 听你唱慢歌我有点不习惯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刚才的观众 也会有点不习惯 因为大家可能期待你会有很多 所以这个 会有beat的东西 对 然后突然听到你选了唱这样一首歌 你有特别原因吗 你喜欢慢歌吗 还是 其实我喜欢很多种类的歌 是 对 但是本人是比较 听不下来 所以里面九首歌有八首都是 停不下来的歌 对啊 然后唯一一首是慢歌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 总结了整个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就是我人活到现在 的最后当歌 真的吗 就是那个心情 这个词你觉得 对 对 因为自己在制作的部分 参与了非常多的事情 因为我跟大家 就是跟制作团体 就是团队就一起做很多 就一起共同进退啦 所以我知道里面很多事情 所以 有开心的 有累的 也在歌词里面 对啊 嗯 其实这个Home Sweet Home 也有不同的含义 对不对 并不见得真的是自己的家庭 还包含了 其实就是 那个可以做音乐的地方 是 那个美好的那个 那个音乐的家园 那个里面 真的 因为很多 很多时候就是梦想啦 就好像你自己很努力去实现那个梦想 但是有很 旁边很多 事情 对 会令到你很失落 就肯定会有失败的时候 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 跌倒的时候 对啊 但是你一定要想 哇不能放弃 因为 你不能停啦 因为你一停 脱了一个全世界的脚步耶 对啊 所以要跟着去 嗯 突然感觉很有压力的一位新人 对不对 因为毕竟也是公司的这个 嗯 嗯 一姐嘛 不啊 不是一姐 是 我是公司 现在 金珠 金珠 对 好 请大家多多支持 选择有节目出身的 中书琪Suki的首张专辑叫做 不一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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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床 很多 就 好 Dom